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喜欢看鬼片的你 一定看过丽莹宅或安娜贝尔 这两部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是灵异现象调查者 华伦夫妇他们遇到的亲身经验 但其实这两则故事 还不是最恐怖的 真正恐怖的我认为是 某一次他们在节目中分享的 通灵版灵异事件 那一则又真又诡异 这待会我们会来说 过去我们曾经说过 华伦夫妇十个超自然物品 有关的敲碗 希望可以再多说几个 没有问题 节目结尾 我们就会来分享另外十个超自然物品 让我们先说回华伦夫妇 华伦夫妇是灵异现象调查者 当你被恶魔骚扰 就能够找华伦夫妇 他们会协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他们在某一个节目 分享了自己的两则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通灵版 你有听过通灵版吗 通灵版就好像台湾的蝶仙一样 通灵版是一种流行于欧美的占卜方式 其实它源自于古代巫术 外形就是一个平面木板 上面标有各类的字母 数字或符号 当你使用过后就能够跟鬼魂对话 就是这个东西 让华伦夫妇经常去处理 所以他们的幽灵博物馆 也存有非常多的通灵版 但是他们也说过 他们曾经遇过最可怕的通灵版案件 真的是让他们到现在 都无法忘怀啊 那一件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13岁的女孩 和她的表妹一起玩了通灵版 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你是谁? 你在吗? 你要一起玩吗? 这个看不见的对象 也都全数回应 这对姐妹觉得很有趣 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游戏 没事的 他们连续玩了好几天 每天都问各种问题 果然 女孩开始尖叫了 妈妈就跑进去看 这对表姐妹就躲在墙角开始发抖 然后说房间很冷 有一股像是尸体的臭味 妈妈才问说他们刚刚在干嘛 他们说他们在玩通灵版 结果他们玩着玩着 通灵版自己写了几个字母 D E A D 电灯就闪了几下 接着就开始闻到臭味 而且觉得很冷 好像天花板有人在看着自己 这时候妈妈也觉得怪怪的 就打电话给还在工作的爸爸 爸爸下班以后 妈妈跟表妹就在楼下 爸爸就问说 哎 那姐姐呢? 妈妈就手发抖的指着楼上 然后爸爸就跟妈妈一起上去 门是关着的 但是从外面就闻到一股恶心的臭味 短短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 地板忽然变得超级黑 而且这女孩全身好像被烧到一样 全身发着恶臭 用爬行的姿势往门口冲过来 妈妈拿着圣经一直祷告 忽然圣经就像是发烫一样 妈妈笑一跳就往旁边丢 这时候呢 女孩竟然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后来找了医生来 医生查不出原因 女孩还是很反常 后来医生只好找了神父来 神父来了之后呢 不断洒圣水 终于成功让女孩稍微恢复理智 三天以后啊 神父找了华伦夫妇来 华伦夫妇进去房间之后呢 看到那个女孩身上满是瘀伤 抓伤和烫伤 在这个时候 女孩尖叫了 大喊说 他来了 他来了 所有人都吓一跳 想说什么要来啦 因为好像只有女孩看得到 但大家都闻到一股 非常恶心的臭味 整个空间好像都被黑暗笼罩一样 这时候小女孩开始垫起脚尖 接着他摔倒在地 这意味着 女孩好像被人抓起来往下丢 刹那间 女孩的手上跟腿上 竟然出现牙齿咬的痕迹 他被不明物体咬了 后来才知道 女孩当时玩同龄板 同龄板的内衣方说 他是18岁的一名小男孩 但其实是一名恶魔 而且是等级不低的恶魔 最终经过三位 罗马天主教神父的努力 女孩才成功脱险 女孩说 他永远不会再玩同龄板了 后来华伦太太说 其实使用同龄板 就是直接跟另一个 看不见的世界交流 那个对象 会是身边的亡魂还是恶魔 你根本不知道 甚至一步一步的掉入他设下的陷阱 同龄板就像是一个路口 指引阴间的人过来 你运气好的话 可能引来一个 但如果你运气不好 或许引来的会是100个 接着华伦夫妇又分享了另一则故事 你相信有鬼或是恶魔 那么你相信有天使吗 当时华伦夫妇去了一趟格拉姆斯城堡 那里是苏格兰最可怕的一座城堡 有着非常多灵异事件 格拉姆斯城堡对外是有开放的 是里昂家族的历史所在地 这边土地是罗伯特布鲁斯 1372年赠送给里昂家族的 据说里面有一间小教堂 经常出现一名灰色的女人 人们说她是11537年 往生的珍妮特夫人 当年她被施以火刑 因为她被指控是一名女巫 想密谋毒害国王 甚至还有人看到年轻的黑人男孩 她的灵魂不断徘徊 最可怕的是 里面有一个残忍邪恶的人 名字叫做詹姆斯二世 她曾经跟魔鬼达成协议 并且到现在还能在教堂封印的房间 听到她跟恶魔的谈话 也因为这样 华伦夫妇决定前往调查 那么说到这边 各位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华伦夫妇 他们都要自己去调查呢 因为他们想让大众相信 有鬼也有神的存在 只有相信才会有信念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经常会四处去调查事件 如果有需要 他们也会协助办理 当华伦夫妇抵达格拉姆斯城堡 他们先在外围看了一些 漂亮的摆饰品 那是小马车之类的东西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礼品店 他看到了一个录音带 上面写着天使的声音 华伦先生就买了下来 因为华伦太太很喜欢 收集天使类的东西 后来他们绕了一圈城堡 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就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也拿出当时天使的声音 那张录音带来听 打开以后啊 里面就唱着圣歌 唱一唱 忽然有一个男人讲话 里面说着 你并不孤单 天使为你而战 我们会用爱拥抱你 并且不会轻易放手 你正在与堕落的天使战斗 我们不需要休息 我们不需要睡觉或吃饭 因为上帝要我们尽力保护你 后来他们两个就在聊天 华伦先生说 哇 这个竟然还有路人声 你不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天使吗 华伦太太则认为 这可能真的是天使 因为他过去 在某一间教堂 遇到一个修女 那个修女的声音也很像天使 后来询问了一下 大家都说没有这名修女 他才知道他遇到了天使 就在这个时候 录音带咳了一声 歌曲唱完了 又翻到另一面 以前的录音带放完以后 都要手动把它翻一面 再放进去听的 后来他们想再重新听一次 那个男人说话 倒带回去才发现 完全没有任何男人的声音 从头到尾都是诗歌 后来他们又把这张录音带 分享给其他人 其他人也都说 完全没有听到男人说话 只有诗歌 于是华伦夫妇认为 其实天使无所不在 他会收到上帝的旨意 在每个人身边守护着你 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马上就会去跟上帝说明 只要你信 神就会在 华伦夫妇他们有一个 灵界博物馆 里面存放着过去他们 所办理的大大小小 灵界事物 所有处理过的灵异事件 都会有容器 这些容器呢 就是恶魔附身过的娃娃 或者是七米 有一些则是邪教仪式 所使用的各种道具 华伦夫妇的灵界博物馆 位于他们住所的地下室 接下来老王会列举出十个 华伦夫妇所收集的可怕道具 所有的内容 都是在网路上找到的资讯 那大家就轻松看待啰 第十名 目的诅咒版 咒力15% 这个目的诅咒版 是用真实的坟墓土 还有真正的骨头制成的 是一种诅咒物品 当你在上面滴一滴血的时候 就可以诅咒一个人 像是外遇的前夫 或者是家暴的渣男 但是当成功诅咒后 你也会失去自己的某一部分 可能是生命 又或者是双腿 第九名 魔术镜 咒力20% 魔术镜是用来呼唤恶魔的 当时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想念自己的妻子 于是找了巫师打造一面镜子 巫师要他每天晚上12点 拿着蜡烛 对着这一块镜子说 我是某某某 我要找谁谁谁 每天一直重复 最后妻子就会出现了 后来妻子真的出现了 隔一天那名男子也想不开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呼唤来的是恶魔 并且夺走了他的性命 从此只要照到这个镜子的人 都会觉得不寒而栗 因为里面有恶灵入侵 第八名 日本武士 在电影里你一定看过这个日本武士 但实际上的容器是这样的 这是一尊同志的日本武士 是一个富商他购买的 但是他买了以后就开始遇到怪事 像是半夜经常梦到 有日本武士穿着灰甲站在床边 拿着武士刀要伤害他 最终通灵才发现 原来在日本武士里面 真的有恶灵进驻 因此才递交给了华伦佛 让他们收藏 第七名 撒旦头骨 咒力3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不是塑胶制品 这出处不明 但是是某个人在他家地下室挖到的 据说挖到以后还听到一堆惨叫声 原来他家地下室 过去曾被人拿来做撒旦仪式 而这就可能是当时使用过的人类器品 第六名 爱哭娃娃 咒力33% 这个娃娃会在半夜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移动 你把它放在客厅 它就会跑到房间 你放到房间 它会跑到客厅 当你把它关在容器里 旁边压上圣经 你就会听到小孩的哭声 如果你再去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空无一物 因为它就在你后面 第五名 二零万花筒 咒力50% 二零万花筒 已经完全成为另一个空间的通道 如果当你点亮 另一个空间的人 就能马上找到你 并且毁灭你 第四名 烏毒娃娃 咒力58% 这个烏毒娃娃虽然长得很像櫻桃小丸子的冰棋 但你可别小看它 这娃娃已经超过120岁了 当你解开这个娃娃 并且对它施以巫术 它可以完成你任何愿望 其实这具有点像我们的养小鬼 只是它的龙其实长这样的 里面有塞一些人类的组织等等的 第三名 咒怨娃娃 咒力66% 这个光是看起来就非常吓人的娃娃 只要你把讨厌的对象 它的一些常用物品 例如衣服、剪髓脚放进去 并且在前面放一些猪肉 等到最后猪肉腐烂的时候 你只要念一段咒语 那个对象就会自己想不开 其实这就有点像我们说过的下降头 第二名 恶魔面具 咒力68% 这是一群撒旦追随者的信物 他们当时在这顶面具上注入了非常多无辜自认的血 也成功呼唤了恶魔 如果戴上这顶面具 你就不会再是你 你会变成一个恶魔 第一名 白魔鬼娃娃 咒力77% 这个白魔鬼娃娃非常恐怖 他非常喜欢恶作剧 尤其是对于独处的人 为什么说他非常恐怖呢 你看看这个画面 有没有觉得他在笑了耶 他是真的有一个魔鬼进驻 这个魔鬼除了喜欢恶作剧之外 如果他无聊 还喜欢陷害你 让你精神崩溃 但有趣的是啊 这个白魔鬼娃娃最怕的东西就是 鬼故事 所以只要多听鬼故事 他就会吓到逃跑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华伦夫妇故事 各位听完以后有没有很安心啊 你们根本每天听鬼故事的白魔鬼娃娃 没什么好怕的啦 对吧 我是老汪 我们下次见 对吧 对吧